这份料就不得了 满色手镯随便画 它这里这么厚 这边也有这么厚 有一点点小毛链 但是手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片料 可以画那么多手镯的 满色的 这份石头就非常的有味道 大家看一下这里 它的种水是达到冰吧 正冰 按照网络上的说法 正冰都有 可能切下来局部高冰都有 但是这里很奇怪的是 它是蓝水的 然后它的蓝 跟这个种水料是 茎味分明 分得非常清楚 而且它这个都是极品的 现在看可能 我再看得出来 因为大白天 这个蓝水料 在石头这么厚 看不清楚 它这条袋子 整条是贯穿的 外面这一圈 到这里 到这里 它整条都是贯穿 这边的位置稍微差一点点 列多一点点 这边带有一点点春 特别是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呢 做它是高冰 一点都不过分 它飘的棉很有味道 像米一样 像雪一样 这就是雪花棉了 在阳北这里的工盘呢 到处都是好料子 都不知道带你们看什么 我自己眼睛都看花了 包括刚才那一份 满色手镯随便画 我也是第一次见 这个翡翠是很气人的 你看它品质越高 它的裂就真的越多 这品质都是高 这种啊 色都是一流的 包括底子 最少都要百万级别的东西 我们一直都在说 龙到处有水 像这个石头 大家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它其他位置能不能用 也能用 但是这些做出来都是 万把块钱的镯子吧 精华是这条袋子 这个石头一开二的 你堵什么 堵它里面的色袋子 够不够沉 改它的横切面 能不能做界面 为什么说 另切一线不堵一片 就是这个原因 它有袋子的地方 肿都会特别好 我那边看到一个大石头 也是这样子 再看一下 它整个石头其他的位置 都是普通的镯子位 它这条袋子 它的肿就特别的好 非常的优异的 跟整个石头形成强烈的对比 它只要有袋子的地方都有 这个石头非常的巨大 980公斤 而且有袋子的地方 它的肿就特别好 其他的位置 这些东西也行 但是跟袋子比起来 反差太强烈 其实料子呢 只要好裂 不怕多 看到这个 全部都是裂 但是它的品质 这些品质都是最顶级的种水料 这里在飘兰花 那里有52公斤 这些都是价钱极高的 像这种可能一公斤 打五万块钱都打不到的 这一片区域 用这个黑沙网围起来的 已经是开标的了 开标完之后呢 不能让人家再看了 但是呢 这边的中标 跟别的供盘不一样 它这边只会公布这个姓名 不会公布中标价 所以去拍那个没有意义 但是它会在那里有一个大屏幕 显示谁中标了 但是不会告诉价钱